Eun 啊啊啊 各位真的很舒服 我们今天来到了广东的御六峰 这里是观音岭的摊土 其实陆峰有很多美食 但之前我们不是经常去 所以并不会很多人知道 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 可能只有1、2台车 星期六也不知道 但这个地方很美,很舒服 当然这个行程就是想和大家发掘一下 在陆峰有什么值得大家去试一试的美食 和他们的美景 我们也觉得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宝藏的地点 更加希望我们今天发掘到一些美食 都可以成为你们的宝藏小点 我们已经过来陆峰了 为什么要坐这些车? 便宜 师傅,我们现在要去那家 你有没有吃过的? 我一定吃不到 哈哈 大排档都说贵 看来你的大排档可能是师傅菜 水门仔炒果 第一集 柠檬鸭鸭汤 是什么? 柠檬鸭汤 这是我们的招牌 新鲜的食材在这里 宝藏的厨房 开放式的厨房 再喝点 看一看 在开放式的厨房 这样的装饱 食材摆放 大家要点餐即刻煮的状态 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这才是当地有特色和好吃的东西 并不是说大酒楼不好 但是过来这里还去大酒楼 是不是傻的? 很肥 炒剩市 太过分了 吃后 首先会有鲜味 而且很嫩滑 很过分 甜甜辣 这个汁我都可以做 炒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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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特色 加些油面 混合炒 这个是混炒 粗细不一的话 口感就会多一些层次 辣椒的惹味 味道的味道 味道的 味道的 味道 味道 足够锅 咸的味道 并不是太突出 它的粉其实挺棒 它不是糖 粉是嫩的 虽然它当然是辣椒 但是也吃得出米味 所以 它跟广州的炒鸡肉 真的绝对不一样 如果我们来这里 一定会肥多斤 我试一下这个鲜鱼炒酸菜 很大鲜鱼 在市面上很少看到 鲜鱼很阔 它散开了 有点腥 这个就知道 这么大鱼也没有人买出 这个都买得完 这个一定好吃 整个盒 这个一定好吃 我们试试 一二三四五六七 吃了七样东西 但是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这些加上 鲜鱼烤鱼的食物 只需要215元 这个分量 其实是4-5个人的分量 性价比 首先是很高的 这个是很高的 其实那里有惊喜的 当然 还有一个报料人 就是说 星光,你们过来陆峰这边 下午茶可以吃螺米饭 听到有点浪,但是 吃完糯米饭可以不生辣 除非它有什么特别功能 感觉会濕一点点的糯米 有什么食材在里面呢,糯米粑 蝦,猪油,虾肉,虾油 这个能吃吗? 吃的糯米,我们这里叫糯米冬 把它当成一个节日来吃的 比如乙墙啊,我们这里啊 大中族啊,大中族啊 大中族啊,他们的祖宗啊 要先出门啊 要出门的时候有的是 十月十三,以后再出门 十月十三,十月十四,十月十五都有 代表就是十月十五 我不是姚大秋 不是姚大秋 不是姚大秋 是姚大秋 你是本地人吗? 我不是本地人,我特意来吃的 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深圳 深圳开车过来的? 是,要开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即是你都没有吃过的? 没有吃过 有什么不好吃,介绍一下 没有什么好吃的 那你又过来? 非常好吃 不是,没有什么好吃 好,好 你要试一下汤 在旁边,肯定好吃 好,谢谢 不用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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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试试呢? 旁边的炒糯米饭 会分明的 还要硬身的糯米鸡 它是很黏着和味的一种状态 材料不算太多 有肉,虾,糯米,葱 肥肉很坏 但很香,很可口 很绵滑 和咸味是足够的 它的鲜味 应该是虾头 它是用活虾的 但是它的头是没有的 可能是煮汤或煮汁 或者煮汁 但是我发觉它的薄脆 真的很好吃 它的油最香 集中的位置 就是在底下的食材 我本身在广州市区里面 吃的食材 不会太多 不想吃太多 因为那些食材 都会在底下的食材 我都可以想象到它的味道 但是过来这里的味道 你也想象不到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淺澳村 还没有很多人来玩 你们是刚刚打完鱼回来吗? 没有 刚刚打完鱼回来 中午就回来了 中午就回来了 哦 就第二天再出去打鱼了 明天早上 再打鱼了 那边村民对开的地方 有很多鱼船被拋鱼 天天早上出去打鱼 而那条村隔了一点 我只是说 很多房车的位置 陪陶设置 那个摊徒 就比较英俊 虽然不是全部都是很幼的 黄金沙 但是沙滩其实是挺平整的 而且比较干净 最重要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人 这个很特别 在广东的海滩来说 如果是惠州 或者是深圳那边 大家也知道 全部都是沙杂子的感觉 你看到这里 风又大又舒服 没有人跟你搶背景 OK 我们要回到市区 吃晚饭 听说今晚那间 都没有特色 但是由这里回到市场 可能都要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们来试得吃 有点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说会好吃的那种的感觉 就是不是装修在你这个环境的分围 是似是有些臭门型的感觉 这是比平餐吗? 我要一份 这个油炸,然后上面是那个酱料 昨天还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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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开了多久? 四年了 几点钟开门 五点左右 到晚上一点半到两点 这个也好吃 又便宜又好吃 又便宜又好吃 我们每一次回来都在这里吃 我们这里是淡水台 因为这个东西好吃 那个排水 不想你 这个环境没有太多的环境 但是很有气氛 无论是厨房的气氛 又或者是早餐的气氛 都是OK的 皮皮沙要剝殼 自己试试 是白醋 不知道加了它会不会好吃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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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秒 突然感觉有点鲜甜的作用之外 到后面的咸味 又是圆圆不断的涌上来的感觉 哇 它这些不是难吃 过来这里 你就要体验它 和你们家的不同的地方 了解它们本地 它们当地人就是这样吃的 哇 真的吃得咸鱼 抵得渴 好了 要试试这个血痕 这个也是生的 这是生烟 千万不要给我妈妈 看到我吃生的 她一定会注意安全 注意卫生 全部人都在这里吃 很害怕 这边有点特色 跟潮汕那些有点不同 它们的汁酱会比较浓稠 如果潮汕那边的汁酱 可能酸味会比较多 它这些酱料会比较浓稠 好像豆瓣酱 再加辣椒的味道 会比较出味 蒜头不算很强 如果是潮汕那些 它的味道会比较清新 它这个味道比较浓稠 它这个味道比较浓稠 都可以 我觉得 炒钉头 很爽口 这个炸豆腐 都好吃 炸过后会比较甘香 它的味道会比较清淡 哦 没吃过 这个是鱼面 绝对跟顺德的鱼面不一样 很香 很滑 又滑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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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香 它加些芹菜炒的话 就很香 放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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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捱够了 哇 肥刀 广州好像没见过那么肥 酱糊糊糊 有点水肿 这个腿 这个腿是否更肥 嗯 嗯 爆脂 嗯 这个腿很滑 这个肥子很肥 这个肥子很肥 这个肥子肥到 哇 酱糊糊糊 嗯 鱼面 好像鱼豆腐 但它会比鱼豆腐再软一点 再滑一点 再浓一点 这个都可以特色 起码是未在潮山菜馆 因为广州不会也有很多陆风菜馆 很少吃到 太胖了 各位,我们吃了8个菜 先和你分别一下 腌皮沙20元 丁柳15元 血痕30元 豆腐20元 白菜15元 白贝的冬瓜20元 鱼面20元 杏子30元 加179元 8个菜加可乐 加179元 比中午更便宜 没有超过30元 没有超过30元 很划算 这个不太好吃 的确是比较咸 当地人承受得到 我们也承受不了 所以口很轻轻 有点甜品去解决一下 之前去深圳拍摄 有些薑薯 薑薯是很有名的 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白白的状态 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 没有加任何东西 有点脆的 汤 这个是白糖 红糖也可以 他很滑 但它也很轻轻 有点脆的 又是脆的 很滑 又是脆的 在这种口感 蜆的味道 它很滑 那颜色的黏液 很红 很红 很香,很香 江薯是本地人经常吃的 对 甜品和面包是在一起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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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一下 这个是甜的,里面比较咸 我喜欢吃甜的 好吃,粉很均匀 不是广州传统那种 谢谢 这个味道 你没见到这些链铛肉 好啊 淡水使人快乐 有什么味道 吃饱的甜果 还有甜汤圆 好饱啊 五果汤好饱啊 这个也是番薯粉做的 对 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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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甜冬瓜 甜冬瓜 这是什么 甜四饼 这是原味的那种 这个就是五果汤了 吃完晚饭还可以用来吃 但是他们又吃也不错 这个是值得的 能的 哦 这个汤底就是以前 不知道大家能否记得 在街边有一部单车推着的 一两毫一条 冰淇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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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回忆 90后 10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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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知道 你们是父母 或者是 就会知道 我怎么这么老 我也是听我家人说的 我也是听我家人说的 回来 五果汤 糖水和糖水 然后外面的 就等于混合在一起 是这样的 你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配料 和糖水 其实感觉不算很整体 是分得开的 是有不同的 是有些区别的 那么 当它尝鲜的一种状态 或者找回旧阵糞的味道 我包括猪油 也是 那些猪油 就是旧糞的味道 其实是旧阵糞的味道 是旧糞的味道 我们自己过来玩的 是 BB多大 BB多大 BB 不是这个BB 是这个BB多大 哈哈哈 拜拜 这个BB是零零效的 这个BB是零零效的 谢谢 再见 导演刚才说 明天吃个宝藏早餐 有可能是全陆峰最好吃的早餐 鱼一早打的 四点钟去拿的 四点钟去拿的 对 市场也很有气息 对 我还有一点干 我带了一点干 它这个庙为什么会 站起在二楼的庙 下面没地方吗 下面没地方 他没有比较 Generally 人家不要过路吗 有东西吃吗 有东西吃吗 有 你是姓老板嗎 不要 你要走了 吃老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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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ین constitucion 刘词 蒜姆那样 那个汤料 汤料 您是那边附近居民意思吗 这家你们吃了很久吗? 很久了 很好吃的 大安最出名的 真的吗? 真的吗? 整个大安最出名的 这个汤料是秘制的 独家配方来的 加上穴一块 每个小吃东西 都要加个小吃东西 你做些什么? 对 我们说可能是果条 还是河粉 蒜的味道是很香,不会很新辣,不会很臭 我们经常觉得,吃完蒜头,吃完饭,不用打几乱 这种臭味,汤里面很少 这口汤很好喝,先试试 表面没有太滑,但里面是滑的 味道很好吃 味道很好吃 比较厚,厚实 比较适合,滤水和鸡头 蒜头汤会提升鲜鲜味 所以会更甜,鲜鲜 尤其是鲜鲜鲜的食材 吃到很多食材的原味 在广州吃不到 尤其是我们第一次过来陆冬 所以很多食材都很新鲜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特别 就是楼下铺头 今天有人过来拍照 这种味道很新鲜 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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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我们坐在旁边吃 很舒服 老板,他不会讲普通话 他不会讲普通话 太羞了 太羞了 又帅气 老板很有福气 但他不懂普通话 他很害羞 我从那边追着他 他追到人家里面 多少年前你会有这个汤 没说 爸爸传下来就行了 是吧 不好意思,不会表达 好腼腆 好男人的感觉 各位,这家真的是保障小店 因为点评网上也是没有的 加上老板的人很有趣 虽然很大分 但是他很惹 很害羞 做实事 不张扬 和论理关系都非常好 被我们追问 自己躲到隔壁店 躲避 躲避 不要拍照 不要问我 很害羞 这种感觉很可爱 多烤一些 这次的行程挺满意的 又去了海边看海 尤其是我们去找的不同的美食 是有属于他们当地的特色 而且性格比较高 味道也好 南下没有很宏伟的高沙那 但是充着美食 过来陆峰附近的旅游 都是好事 其实我们这次的行程 吃了一些大排档 很多小吃 我相信 也知道有很多 更多陆峰的美食 和小吃 我们还未分享到 但是不够时间 没办法 希望你们可以过来这里 因为这里 哪怕是冲着陆峰的美食 和小吃都好 都是值得过来玩的 这里是粉成忌 不同平台 点击关注 下次更新 等我车高高了 早上六点半钟 在飞机上面 飞往一个全中国最热的地方 是我在全短修 海南岛啊 其实海南岛自己之前也去过的 但是 发现好像也不过如是 不过这次有点不一样 这次呢 我们是到了商家的邀请 所以真心话 这次我们的海南之旅呢 是有充电的 不过还是那句话 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这样 那么 开饭 来到海南岛的机场的话 一定要看到这种东西 这去年我去三亚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 正在赶赴的是琼海方向 出一个叫檀门港大排档 海鲜大排档的地方开饭 檀门港是一个补月的地方 接近补月的地方 食材必定新鲜 于是乎老板的烹饪方式 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 看了下图片告诉我 基本上就是家保守 什么东西都是同种做法的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人均几十块钱 能吃到福墙而出 海鲜大餐呢 吃到看看再说 这一身的装素 据说是海南这边的哥们最舒服自在的一种状态 而槟囊也是这边一种非常普遍的小吃 但是食品是吃完真的会有一点点晕 不是开玩笑啊 现在 之所以要自身的装扮 要这样子吃着檀门的原因 是因为呢 这样去吃饭 可能老板就不会宰我 我就还是担心这个问题 进去看看这样能不能说服他 就看起来像本地人呢 试一下 哎 浪浪 家大多海鲜 但是我想看一看说 因为之前很多我们是怕宰客啊什么的 所以就不意识了几句说起啊 看怎么这样的说起来 是吧 面前这一坨东西 上面这里 五斤得有 下面 一两斤得有 应该是有七斤的东西 价格只是 maybe 180块钱 这个价格 广州当然不可能了 当年我在大东海也吃不到 180 天哪 天哪 现在在大ADE ber BOY 是 吗 觉得我一开始吃的是 我很担心它 就拿白水啊 放点姜片在里面 就煮出来这个盘 鱼肉 不会腥吗 但是很好的是 入口真的没有过多的什么腥味和咸味 而且 不需要大块朵鱼 我们尝试试一下慢一点 让一块鱼肉这个鱼肉在你舌尖上面 让鱼肉的味道在舌尖散开来 大海的 略有挑剔的是这个鱼肉是我们煮的太久而怎么样 肉有点老 并不是广 粥吃正义那种鲜嫩感 但是那种原始的味道 它征服了我 就这样被你征服 一百八十块钱的杂鱼火锅让我的减肥计划再次成为了泡影 我真的捧着个肚子吃了而且五个人还吃剩了一大盘实在已经是吃不下了 这种吃法那些听这边的人说就是渔民 出海抓到什么上来就把什么的煮在一锅 就去吃 没有过多的烹饪也没有过多的修饰 而且在这家店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你基本上只会遇到两种人一种是过来壁东的东北的朋友 一种就是本地人了 而且本地人那种 那种状态是很放松很relax的那种真的是很正点 而且他们基本上是说从小就吃这种杂鱼火锅吃到大的 这个才是说 似乎吃到了一点海南的味道了 来到海南这边 当地的一些朋友啊大哥就跟我说有两个东西一定要吃必定要吃肯定要吃绝对要吃的 一个叫做芒果肠粉OK这个我吃过的 另外一款叫清补粮 是的各位广州的朋友你没有听错清补粮这个东西来到了这边 他的身份不是火锅汤铁而是一款糖水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很想知道 于是乎找了以下这间号称 琼海南八湾的 糖水店去吃这款清补粮 要打火锅是怎样 有明慧酒 叫做如小酒酒 如带多爱 打 买多花香 幸不良解我已经吃了半碗因为我实在很喜欢它这个作为底料那种椰奶的味道 清香 有椰奶的那种香甜味但是不多做淡淡的一层你不会说是喝到 这种罐头能感觉完全不存在的 然后 淡淡的椰奶的香味让里面的每一款食材都沾染到一点甜香的味道 这块芋头 个人觉得挺 颇为点睛之笔的 因为它整一碗东西的口感 基本上是偏那种韧性啊 有嚼头的 而芋头 则是完全另外一种绵密的口感 而且这款芋头我真心不知道老板做了些什么样的处理 是能够越吃到越后面 越甜 芒果够大块已经不需我多说 直接用眼看 简单来说肠粉皮很滑那种滑 是有韧性的滑 跟我们正常烧的肠粉广东吃到肠粉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 制作的 原材料必然不是 面之类的 来到海南才下雨 难道连个田都不喜欢我 在荣丝里有没有什么样的 有点滑 我来到海南才下雨 原材料 看着是有点滑 是有点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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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